大家好 前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过这一盘金鱼钓篮 当时就是给它经过了一个大修剪 当时剪的时候剪得挺金光的 就是光秃秃的 经过了一个多夜的时间 它这里长出了这些新芽 大家看一下 就是经过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它这里慢慢的长出了新芽片 而且特别的油绿 大家看一下 就是当时给它挤虚了一点点养分 接下来就是为它吃一点不一样的肥料 是什么不一样的肥料呢 这个夏季最好给它补一点含蛋铃甲元素比较高的 这种塑效肥是比较好的 里面所含的蛋铃甲是比较高的 那个氧化镁也是相当的高的 它是专门针对这个绿菊而设计而制造的 而且这个肥夏也是可以长达两个多夜的 所以大家平时上班的话没有时间去管理的话 怕它生长不了之后 可以给它用一点这个树下复合肥就可以了 那么使用的量也是比较的简单的 上面可以挖一条小沟槽 给它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 像我这一盘的这个两勺啊 给它一勺就可以了 沿着这个盘堵边沿给它 挖一圈 一定要是浅埋不要给它生埋 好了 给它这个毒氧给它回填一下 这个盘堵呢 一定要保持一个干湿度是湿润就可以了 好了 希望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方法呢 能够帮助到喜欢养金鱼钓栏的花药们 时间要先呢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呢 咱们可以相互的交流 养出更好的金鱼钓栏 好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